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這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面對疾病的選擇影響很大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治病不只靠醫師 就連病患的決定 也會左右病情 好辣軍團們 又遇到哪些可怕的狀況呢 直播小屋是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宇童 在這邊先恭喜我們今天來賓 顏麗婷出了新書 謝謝 我要介紹一下 來 控制皇媽媽 因為我被爸爸控制長大了 所以就發現我會控制小孩 你是被你爸爸還是被小孩的爸爸控制 會被小孩的爸爸控制 被老公也是多少有一點 是...怎麼突然想寫這本書 因為我發現有些人覺得 我的教養的理念好像比較新潮 對 因為看起來好像都會很從小孩 可是其實我沒有 沒有 我很嚴格 你爸媽對你是什麼樣的 非常嚴格 軍事化嗎 有幾乎 背後領軍事化 背後領軍事化 沒有要離開我身邊的意思 是 好 我們大家支持一下 控制狂媽媽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要談的是 因為其實像我們常常就是會發現說 家裡就是有家規 但是家屬還有家族史 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對 那我之前正是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家庭 他們家就是有腦中風的家族史 對 那兄弟就是哥哥就是很認真 就是每天就會就是按時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壓 糖尿病 吃藥 對 去控制去吃藥 可是弟弟他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就是不想 我就很怕 他就很怕是吃藥 鐵齒 對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不相信會這麼差 結果他到現在就是變得沒有控制好 就是不斷這樣反覆 他應該中風一次就要警覺了 他就腦中風才行 他就是還三次 那現在學乖了吧 應該要學乖了 對 面對疾病不同的選擇 真的會導致兩極化的結果嗎 今天要來討論一下 好 治療方式別亂選 選錯當心害殘你 那你要面對一個治療的時候 有時候醫師會跟你兩種三種的那種選擇方式 這時候最後做決定的 都是你的親朋好友 我曾經 我當總醫師那時候曾經有一個會診 這個會診蠻有趣的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計程車司機 他開車經常會腰痠背痛 司機本來就很容易腰痠背痛 可是他小便都偶爾會出現一些黃黃的 那他也不去理他 可是最近實在痛得太嚴重 他就先去看嘉醫科的診所 那嘉醫科診所覺得你是計程車司機 腰痛應該是 他說認為說應該是最常見的 叫下背肌筋膜炎 坐太久 叫他伸展一下 熱敷一下 然後開個三天止痛樣 他嘉醫科醫師有跟他提醒 如果沒有好的話 你要再去大醫院 比如腎臟科什麼去檢查一下 吃了三天的藥 沒有改善 然後他就跟他老婆說 老婆說你還是去大醫院 去看一下腎臟科 會不會是腎臟的問題 因為你小便又經常黃黃的 可是他隔天上班 他的同事就跟他講說 我經常 他的同事也是計程車司機 就說我曾經有過這個病 可是我做了一件事 他就後來就好了 就再也沒有發作 他說有一個 少林式的那個師傅 教他那個叫做 撞牆宮 他就去撞牆宮 我也沒做 我那個身體很好 對 撞牆宮 對 他們就去那個公園 找一個那個人家打網球 那種大牆 就在那邊撞 就在那邊撞 對 可是撞得真的有效 真的舒服了 他撞了前幾天真的舒服 就後來有一天 他自己去公園這樣撞 撞了十分鐘 就突然 好痛 那不久之後就解出 真的是血尿 然後痛越來越痛 後來就直接去掛急診了 我一掃個超音波 就發現 其實他平常那個腰痠背痛 應該是 他腎臟本來就有一些先天性的 那個水泡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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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水泡 越來越長大 但是你又去給他撞他 撞到最後就破掉 那顆腎臟後來也切掉 他拿掉了一顆 他剩下一顆 多囊腎本來就是很容易洗腎 你有兩顆腎臟 你就拿掉一顆 不久之後兩年 他那顆腎臟也壞掉 就開始洗腎 然後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多囊腎很好診斷 你要是去看的是腎臟科 你可能你不會撞掉這顆腎臟 你可能還有 你那個延後 可以延後很久很久 洗腎的時間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結論這樣講 第一個 還是要聽老婆的話 不要亂聽朋友的話 那第二個 腰痠背痛 如果看骨科看什麼 腹腺科沒好 還是來看腎臟科吧 可是我們以前也在撞 對不對 對啊 我也是很常在撞 撞個腹穴 真的嗎 那如果腎臟 他多囊腎臟 多囊腎 如果開刀是切得掉的嗎 我們正常的腎臟 大概在五六十歲 會長出一兩顆水泡 所以你們去做體檢 如果看到有小水泡一兩顆 五六十歲那是正常的 那沒關係 可是有多囊性的遺傳體質的 它隨著時間 可能在二十歲三十歲 就開始長出一顆兩顆 越來越大顆 你的腎臟會像那個 那大部分到這個 大概五十歲以前 大概有四到五成的病 都已經開始洗腎了 所以那個是一個 還滿辛苦的 那現在有一些 新的藥物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們要保持的 那叫殘餘腺功能 你有先天的那個 那你就不要去亂吃一些 什麼止痛藥 油鹽糖要多喝水 那這個可以延緩它 洗腎的那個時間 那去撞它的話 撞破掉它 當然是一個微症 一般水泡如果高到 四點五公分以上 就有可能會自己突然破掉 破掉甚至有一些 那個感染的那些風險 其實我們常 醫生我們常遇到兩種情形 第一種呢 那我講的這是一個 三十二歲的女性 沒有結婚 沒有生育 典型才女 都在家裡 就上下班 然後就回家 她其實就是很典型 越來越大 然後媽媽也覺得 你怎麼越來越胖 她只是覺得可能是 在家裡坐著 肚子變大 結果後來受不了 才被她媽媽壓過來看 一看我們超音波一放上去 肚子裡都是一些附水 一看大概就幾千cc 其實你看到滿肚子 都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後來其實當然我們 就選擇開刀 在這一個階段 它不開不行 所以它就乖乖的開 開刀的時候 卵巢癌的手術是要 看得到的地方 全部清除乾淨 甚至長的網膜 盲腸 一些都要清除掉 其實而且它附水 那時候大概 一萬兩千cc 非常的多 下一步是典型治療 是應該做化學治療 這個病人開完以後 肚子消很多 她就很高興 要做化療的時候 宅女就上網 於是Google大神告訴她 但是她不是找醫生看的建議 她是看網友的建議 那個化療很不舒服 很多危險 怎麼樣... 於是下一步她就躲起來 不來看本身 我們其實還 因為現在癌症 都有癌症的登記 其實我們會有 專門的個管師會去追 其實就請她回來 其實媽媽一直呆她回來 她就是不回來 果然三個月以後又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種化... 卵超癌它長了很多地方 我們一定開不乾淨 它必須 結果兩三個月回來 又七八千cc了 她說可不可以再開一次 我說再開意義不大 那她說那可不可以放個管子 把它放水放掉 起碼它舒服一點 你知道人都有一些 自以為是的想法 我跟她說不行 你放這個管子 那個癌症腫瘤 沿著這個管子 到肚皮全部都長出來 於是她又回去了 那下一步就 那我後來再去追蹤 大概再過兩三個月 後來就過世了 其實這種腫瘤 它其實的過世 肚子脹不會脹死人 但是它會轉移到肺 於是呼吸的產生問題 大家氧氣沒辦法交換的時候 其實人就會走掉 所以其實她最大的問題是 不敢面對現實 其實我必須要講 剛好那一個月 跟她同一期的 有一位類似的情形 其實她就乖乖接受我們的化療 但是結果也不是很好 其實她後來做二線的化療 甚至之後做到第三線化療 可是她就多活了兩年半 家屬也可以陪伴她 她也可以做一些 人生想做的事情 這就是面對跟不面對 可能人家會說 最後還不是死了 但是人生總有走了一天 起碼怎麼樣去享受 最後那兩年半 也是滿重要的 那第二個比較有 我們醫生最不喜歡的 也又好氣又好笑 就是主觀性很強的病人 有一個病人其實她來 就是五六公分左右的一個肌瘤 典型特徵 精血多 所以她來 我們用藥物控制 吃了三個月 她說陳醫師 吃三個月是不錯 現在有比較少 不然不會平血好很多了 不過 因為我們三個月看 五公分還是五公分 我跟她說這個藥物治療呢 本來就是控制精血跟荷爾蒙 她沒有辦法讓它消 於是說那我試試中藥可不可以 我說可以啊 反正有幫助就好 於是她就隔了半年又回來 我說你回來幹嘛 她說我吃中藥也還不錯啦 沒有西藥那麼強啦 還是有點暈 可是好很多 她的中醫師請她回來看一下 我說好...沒問題 超音波一看 五公分 陳醫師 這中藥很好耶 你看 不會 不是一樣 我心裡卻有淡淡的愛上跑出來 我們支三個月叫做沒有消 她吃六個月叫做沒有大 早知道吃中藥就好 不要吃西藥的 但是這個觀念又在修正 因為這是十年前 近四年來有一些 專門治療肌瘤的藥 的確可以讓它小一點 所以那十年前 因為這個藥還沒出來 如果十年... 現在遇到這種挑戰 我說好 那我就讓你吃一些肌瘤會小一點 五公分會變三公分喔 可是一個月要五千塊 吃三月要一萬五 你會不會願意呢 你說現在變小 應該有人會花錢做吧 還是要看情況 因為我們醫界還是有醫學倫理 就像剛剛講 我們還是要告訴它的 可能產生效益 比如說現在新的這個藥 可以讓肌瘤縮小 可是它有一些條件 它一直吃三到四個月必須休息 那另外可能吃二到四個週期 我們就建議它就不用再吃了 所以它不是無條件一直吃 因為有人有 我們最常遇到民眾 最有趣的想法就是說 吃三個可以縮小三成 0.7乘0.7 好 陳醫師 然後我吃三個週期以後 0.7乘0.7乘0.7 那我就剩0.3 他說可以這樣子嗎 答案不是這樣 吃三個週期還是0.7 他就研究成這樣子 他就讓它維持小一點不長 對 那吃三個週期再換中藥吃 他兩邊都吃 兩邊吃 吃兩天 我講到中藥 我就會分享一個故事 一個伯伯他七十幾歲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在頭痛 而且他有家族史 我們問的病史大家知道 就是很典型的偏頭痛 其實偏頭痛這種東西 你說吃什麼藥會根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頂多是說 你的十分的痛斥了要緩解 或者把你的發生的頻率把它下降 這個伯伯就很好玩 他其實以前就看過門診 反正吃了偏頭痛沒有根治 他就一陣子沒來 他突然間跑來門診 然後他說 他說醫生 我要做這個鬧的檢查 我說為什麼 我說前一陣子碰到一個朋友 他介紹另外一個朋友 他家裡有一個秘方 他說那個很有效 所以他就去看 他看了之後 朋友看了他一下說 你頭髮小的粒子 以前的醫師都沒有檢查 我看就知道 我家裡這個秘方 你吃三個月 十幾萬而已 吃完去大便做檢查 那個粒子就沒去 他就跑過來 他說 我聽他說 他說你吃了之後 你覺得油比較不痛嗎 他說 痛還是痛 可是就 起碼比較不會傷身體 可是他說堅持說 你還是要幫我做個檢查 確認我腦部真的 那個腫瘤真的不見了 好 他蘆蘆蘆很久 他說他自費之後 十幾萬都花了 那麼幾千塊的檢查 什麼關係 就排了 排了之後 我就跟他看 你三年前的電腦斷層 跟現在的電腦斷層 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呢 他說對 所以中間應該是有腫瘤 所以吃了之後就不見了 他還是很相信 他還是很相信 對 很執著 你怎麼花那麼多錢呢 錢花了如果沒有改善 是不是更小 反正就是 很多剛剛提到過的中藥 有沒有一些中金屬成分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看中醫師還是 真的就是給中醫師 並不是新的那種秘方 草藥那種 現在會比較安全 對 我分享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其實最近的案子 因為最近天氣變化 可能隔天溫度的差個八度 十度這樣子 大概前一陣子就是一個 三十幾歲的科技新貴 然後熬夜 就又感冒 有一天起床了 臉就歪掉 眼睛閉不起來 大概神經科醫師很多醫師 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周邊性 眼面神經麻痺 然後他就很緊張 就送到這裡跑去急診 跟急診醫師 我中風 我中風 我不會死 他滷了很久 繼續到醫院的醫師 就受不了 就幫他做個腦膚掃描 然後他講沒事沒事 然後吃藥就好 然後結果他第二天 就跑來我們醫院 跑來門診跟我講說 他覺得吃了前一家醫院的醫藥 吃了一天沒效 那麼越來越歪 要不要再做一次檢查 等等那一些 然後我就真的 又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告訴他 這個叫眼面神經麻痺 他說這個其實就要一個時間 因為神經你 它是周邊的神經麻痺 就是你離開腦部的神經 感冒的抵抗力 它不會馬上死掉 它會慢慢慢慢 所以你會覺得前面幾天 越來越歪越來越沒力 流口水等等那一些 吹口哨也吹不起來 然後可是你只要好好的 我們用急性期 用一些類固醇加上復健按摩 其實慢慢會恢復 大概一個月到三個月時間 都會恢復 我跟他講完之後 我幫你做個神經傳導檢查 一個禮拜再回來看一下 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眼睛 其實比較逼得起來 嘴巴其實法令紋 就慢慢有出來 開始有點形狀出來 就好好繼續做復健 繼續吃藥就好了 一個月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個月後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他戴了口罩 然後他脫開口罩之後 眼睛真的可以逼得起來了 嘴巴一片紅起來 因為他說他自己靠臉吃飯了 所以他覺得 我跟他講的一個月 三個月之後太久了 所以他就聽人家講說 可是最後五十八歲 這一整篇是什麼 而且有點色素成績 在那邊 他說這個你可能真的要 住院打抗生素了 一個整個紅起來 對 是 還是要照醫師指示來吧 對 有一天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孩 她是半夜被媽媽抱來急診 那媽媽是說 晚上睡覺前說 他們玩那個粉筆 結果他們睡早了之後 小朋友都沒有試睡著之後 他才發現粉筆 掃了一隻紅色的 這媽媽這麼細心喔 紅色掃了一隻 對 真的要細心 媽媽還不知道掃哪一隻 對 因為放在那個盒子 小朋友都 像爸爸找地方 對 掃四隻都不知道 結果小朋友其實睡得很好 他就把他搖醒 結果那個妹妹就說 對 我把他放進去了 小朋友放進去 對 放進去 我們鼻腔其實很深 對 放進去 所以那時候就只好把他抓著 五花大綁抓著 妳等一下 如果他沒有檢查 那隻鼻不在 他塞著也不講多 他也沒有症狀啊 他就睡得好好的 所以他是問他 他才說塞著鼻子 對 我每天都在問我兒子 橡皮擦去哪裡 在屁股 在屁股 太可憐了 對 後來我就看 真的在裡面 那時候我就要拿出 耳鼻喉科的那種捏子很長的 可是要所有的人抓 那他弄得太深了 妳的意思是說很痛是不是 對 其實不會痛 如果是大人的話 只要你可以憋氣 然後配合我不要動 如果我很順利的話 我夾得到的話 一下子拉出來就好了 結果妳把他夾出來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小孩子 我終於碰到了 結果我碰到的時候 他一動就我趕快拉出來 我拉出來的時候我就發現 我真的沒辦法 其實不是只有綁著 抓著他的問題 所以我的筆尖 馬上就沾到那個粉筆的粉 表示他非常的脆弱 我有沒有可能 在夾的過程中 他就碎掉 對 所以我就跟佳淳說 其實你看 你沒有發現說 他睡得好好的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我要把耳鼻喉科醫生 挖起來嗎 還是說我們等到早上 其實他目前沒有生命的危險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把耳鼻喉科抓起來 那結果他明天有刀要開 那不是影響他 他明天整個的過程 所以我就請他說 我們在急診等這樣 結果他不想等 他就回家了 那他就一直很心急 後來他想 剛剛醫生是用那個手電筒 跟那個捏紙 我有那個把眉毛的夾子 對 他就自己夾 結果一夾之後 小朋友狂渴 然後後來趕快送回來急診 結果小朋友咳出紅色的 那時候我們以為是吐血 後來發現不對 是粉末 就是那個粉筆的粉末 所以可見 他已經把它弄碎在裡面了 結果那天 就聽我的 早上起來叫耳鼻喉科 就解決了 結果變成 我們要給他全部麻醉 然後進去那個開刀房 而且進去開刀房 因為他一直狂咳 我們還要做那個內飾 進到氣管去看 有沒有跑到裡面去 對啊 粉會跑進去 對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大的手術這樣子 講到粉筆我也想到一個故事 有一次警察看前面車頭 搖搖晃晃 對 你叫他 一定要領檢他 對 靠邊 把他叫下來 一看有沒有酒味 就給他吹 吹把你 也是零的 可是那個人看起來 就是像喝醉的 怎麼會零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叫他過來 那粉筆地上一化 那個人說 我知道了 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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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聽到第二個粉筆的故事 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跳舞出身的 所以我跳舞 我常常在跳舞 其實膝蓋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像其實我的左邊膝蓋 出過車禍 就是撞過 就身邊還有一些疤 那那時候在跳舞的時候 就是跳到很痛 停下來去給醫生看 後來發現我是那個韌帶跑掉 然後跟骨頭之間 就是我膝蓋動的時候 會有一個 會有聲音 就像那樣 對 現在我們有多多少少會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很年輕啊 那麼年輕 然後我就開始放到這個狀況 什麼樣子 好大一把劍 我們這種年齡不能跳嗎 你摸... 要抓住我 有耶 有夾夾的啊 我都聽到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要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跟我講說 因為我走路的時候很痛 其實已經是一搏... 一搏這樣子的 醫生就說 那你最近 這一個禮拜 你一定要休息 然後至少一個月不能跳舞 然後我要打 大概一個禮拜 算是石膏嗎 他就只能固定住 我可以回家 我不用帶醫院 可是他用很厚的板子 整個把我的腿固定住這樣 那我就心心想說 我不要啊 就是我覺得我還那麼年輕 我可以自己復原 然後再加上我還有 每天都要跳舞 還要練舞 我怎麼可能停一個月的時間下來 不跳舞 然後停一個禮拜是完全待在家裡 不可能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醫生我先回去休息 我考慮一下好了 後來我就自己去選擇去 中醫那種 針灸啊 然後照那個紫外 紅外線那個光 然後照完之後 心裡就有種作樣說 那應該好很多了 就是後來 我就再也沒去理這件事情 然後就沒有再去做 做任何的檢查或什麼 後來就是我的膝蓋 因為這樣給醫生看 他說就是我現在膝蓋 有點風濕那一種 就是 我現在變天還有下雨天 就是天氣變冷了 還有下雨天 這種故事 女生我聽了兩三個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這麼年輕 會有這種風濕性的關節 我在這個節目 我做那麼多年 一直搶來只有良心得 就任何人 下方膝蓋要顧好 上方牙齒要顧好 真的 很重要 要不然你到 我看很多農民 九十幾歲 身體很健康 你從年輕重點重到這樣 可是它最大的傷害 就是最到老就是 膝蓋不好 對啊 那一旦不再動的時候 越懶得越不動 越不動你肌肉全部就會 萎縮掉 問題你不看好 你每天腰痠背痛 也是你自己在痛 對 真的 像今天天氣冷 我膝蓋就開始痠痛 對啊 現在是氣象欲爆戰 對 我就想說 它現在就是那個氣象欲 然後明天要變天了 你再不弄好 下次幾度都會跑出來 十八 五十三 明天 明天十六度 我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天有五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他由他女兒帶來看診 就是說他爸爸的 糖尿病問題很嚴重 其實這個五十多歲的這個男生 他已經糖尿病很多年了 那這兩三年來 越來越差 所以有一天醫師就跟他說 你這個一定要打 胰島素 再不打的話會來不及 那個糖毒性很高 所以是造成你的血管傷害很大 可是他爸爸說 他不能打 因為阿嬤不給他打胰島素 他就說阿嬤說 他以前都不聽阿嬤話 這個時候最最聽 就乖乖都不打胰島素 所以就開始尋求各種的治療 那甚至他說 他爸爸還喜歡說 有一種叫 他有老師跟他說 你要聽你自己身體的聲音 當你想吃的時候你就去吃 不想吃的時候就不要吃 他有時候就血糖 高到快要中風了 那低到快要休克了 他就說叫順勢 可是聽說順勢療法很有名 瓜哥 他是亂用 其實順勢療法 是國外的一個另類療法 德國的嘛 對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你對什麼東西過敏 然後我們把那個過敏原 給你很少很少量 去引發 那之後你會 可是他不是這樣 他是他 他順自己的心情 他想吃就吃 所以還拼命的喝飲料 然後吃天吃 那不吃喝又不吃 又低到快要休克 那終於在今年出事情 就是本來腳偶爾會痛 後來 然後在工廠有一天 工作不小心擱到一個傷口 那整個腳都快要爛掉了 傷口搞了好久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都沒有好 後來在醫師的建議之下 整行外科醫師說 你要把它結支掉了 就把第四腳趾跟第五腳趾 那一關就消掉了 那終於就覺悟了 他知道說 他工作影響到了嘛 所以也提前退休了 才好好回歸來門診 我就跟他說其實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可怕 我有很多的患者其實都可以 糖尿病都控制得很好很舒服 不是你想像中糖尿病 打胰島素會洗腎什麼的 他現在就口服藥 就一天自己也很乖乖 就一天打一次的胰島素 現在控制就全部上軌道 生活品質也回來了 我這裡分享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60歲的男性 然後他的門診 是因為他舌頭一個潰瘍 他進來的時候 他提到說他運氣增備 這這個月已經第四次了 老是因為咬到舌頭造成傷害 那幫他做了一些局部治療 然後找藥物治療之後 發現他有幾顆蛀 那建議他找個機會 是不是請牙科醫生 幫你把它磨平 不然這種裂牙 不斷地在造成口腔裡面磨的刺激 或傷害 容易造成他的病變 那這個時候 這病人就不以為牙 他說我又沒有抽菸 又沒有喝酒 又沒有檳榔 怎麼可能會有口腔癌的問題 我就告訴他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阿姨 你脖子上面一個好長了吧 有啊 我就說他就是因為 他也沒有檳榔 也沒有酒 對 他也不抽菸 他就是因為 第三期 就知道我開刀 這時候聽完之後臉色大變 那我就跟我說 好吧我安排你去牙科門診 請醫生幫你 就沒想到一個禮拜之後 他再回來 整個臉腫了都跟麵包超人一樣 喔 對 我以為真的修復修歪的 對 你知道 真的很熟耶 結果我問他說你怎麼回事 他說他去找牙科醫生 那科醫生建議他把牙齒稍微磨一下 那蛀牙的部分安排一些根管治療 就按部就班一次一次治療 他說不行啊 醫生就告訴我說 如果沒有把蛀牙的部分把它處理掉 我可能也會口腔癌 後來他就去翻他們家隔壁的附近 附近的牙醫師診所 請他一次把 那時候醫生告訴他說 你拔那麼多顆牙 一定要吃抗生素 再加上他自己 他的血糖又控制不好 對 那抗生素他也有一大每一大的 是家的病 他造成這種 齒瘀性的鼻動蓄膿 還有臉部的風惡性的組織炎 他後來就安排進開招房 清創 再搭配抗生素治療 他住院快兩個禮拜才讓他出院 你看牙齒是不是要顧好 真的 真的很正療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項 運氣都是天注定 倒霉幸運誰決定 俗語有云三分天注定 七分 靠打兵 靠打兵 但是在健康這條路 有時候是很難說的 我就分享兩個個案 40歲女性 其實她那時候就 去診所看 一定先內診 你這有點發燒 分泌又髒髒的 所以她就吃藥 吃了兩三個禮拜 死好死壞… 不太對勁 然後呢 於是她就換一家 答案還是骨盆腔發炎 那第二家 因為前面已經看你兩個禮拜 她就抽個血 你白血球高一點點 還是骨盆腔發炎 拖了一個多月就怪怪的 肚子怎麼 然後有點喘不過氣 所以她這次跑到中大型醫院 就到我那邊去 超音波一看 你這時候慢慢怎麼 肚子都有积水 然後裡面有一些 像腫瘤的東西 那個影像 一看就是覺得是 腹腔的腫瘤 尤其婦產哥來看就是 電腦斷層一切 的確裡面都是腹水髒髒的 一大堆東西 也是疑似卵巢癌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把它當卵巢癌來治療 要開刀之前 一律於醫卵巢癌的說明 這個可能子宮卵巢要拿掉 等等等 然後之後要做化療 哭得亂七八糟 遺書都寫好了 就在那邊開刀進去 一開進去 怎麼一化刀出來 冒出來的 以前卵巢癌的 大概是清清的水 或者腫瘤 頂多是血 它是粉紅色的草莓 就像Sakura一樣 那時候我年輕住院醫師 報告教授 這個腫瘤很特別 粉紅色的 我腦袋忙在想 有哪一種惡性腫瘤 會跑出粉紅色了 教授其實我覺得 他那時候心裡已經知道答案 就笑一笑說 那我們不急 我們這一塊先挖下去 一個小時以後 打電話回來 你這個是 所以結合菌感染 大家了解 結合菌感染其實它會 大家以前已經聽過肺結核 其實結合菌感染是消滅不了 這個東西它到處都有 腦也會長 皮膚也會長 我們卵巢也會長 所以它典型是這樣子 所以出去就很高興 教授就恭喜你 他想說癌症 還有什麼好恭喜 恭喜你不是卵巢 好高興 那但是是結合菌 結合菌要幹嘛 其實起碼是良性 但是後面口頭 藥物的治療等等等 也要六個月 意思啊 那接下來分享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呢 這個也是一個 四十歲很危險的 我們婦科疾病常常都四十歲 浪當 那時候一看超音波有個 可是腫瘤長得滿具體的 沒有那麼像壞東西 電腦斷層也切了 它的位置怪怪的 開刀進去 那個位置真的怪怪 在肚子的內腔跟膀胱的交接的地方 不太對勁 於是找了一個泌尿科來 那泌尿科那時候是剛好 從國外歸國的一個大教授 這大教授很會開刀 一來摸了兩下 說這個不對 這是一種叫 Uracus叫 中文叫 我們的臍帶曾經跟膀胱 是同一條高速公路 但是後來某一些要關起來 然後比如說臍帶要關起來 那那個膀胱那一條 上面關起來 就變成真正的膀胱 那這個就是一個臍帶 當初跟膀胱連結 沒有關閉好的一個腫瘤 國外回來大教授 然後那我們就馬上就受教 那教授這怎麼辦 這種是惡性腫瘤 我之前才開一個 這叫開一個很重要的大刀 膀胱也切掉 腸子都要截掉一小段 他說這必須要動這種大刀 因為它跟膀胱有關 所以膀胱也要切掉 要做人工膀胱 因為我們幾個年輕醫師有 私下摸一下說 報告教授 我們要不要去送忍凍切片 教授說沒問題 這一定是這個 那大教授就講話 怎麼敢說呢 我說是… 開… 開了三個多小時 全部開完 很順利 很成功 結果後來三天以後 病理報告出來 病理科醫師打電話跟我說 你們開的是什麼 這個是Urecus tumor 這個很惡性 可是沒有 它就是一個 骨盆腸發炎的農羊 它真的是農羊 因為農羊會模仿很多東西 它會一堆東西黏在一起 醜醜的 我們以前開過 以為是癌症 結果開下去也是農羊而已 醫療這十年來討論最多 叫實證醫學跟流程 還是要回歸到流程 其實大家有擔心 像這種情形 我們事後有討論 還是要做忍凍切片 那起碼當下 病理科醫師給我們答案 它不是你想的那個 它就是一個農羊 那農羊我們就把那塊農羊挖掉 然後打抗生素就好了 當然這後面有一些 心理的建設等等等 其實後來結果還是好 就是它本身這個疾病 當然就清除掉 因為它之前也是困擾很久 但是在能夠徬徨部分 的確還是有一些困擾在 運氣都是天注定 那倒霉幸運誰決定 根據我50年的生命的 快過了一半的生命的經驗 我覺得那個 真的有運氣這件事 我曾經碰過一個 50幾歲的一個洗腎病人 他是一個大企業家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 他在找我的時候 他已經在洗腎 可是他一臉 就是那一種叫做 命運多船 就刻苦耐勞的臉 你知道怎麼樣可以看出一個臉 一個人的臉 是那種刻苦耐勞 他就是那種眉頭都是皺著 他的嘴角都是往下 然後他這邊會 顴骨會特別深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咬著牙 咬著牙 在那邊刻苦耐勞 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很刻苦耐勞 然後可是他很倒霉 他很年輕就創業 可是每次都失敗 快要成功之後就失敗 好不容易到40幾歲 他的失業一環豐順的時候 他就被診斷糖尿病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都很悲觀 都想到很糟糕的那種事 那不久之後就洗腎了 那跟他講 要洗腎 他是一個很難接受 他是一個企業家 企業家有個性 他要馬上就解決 我就說 你如果真的不想洗腎 就在台灣排隊換腎吧 換完腎就一勞容易 可是他說要換多久 他要問我答案 我說我不曉得 反正你就排隊 運氣好 搞不好半年就有 然後運氣不好 可能一輩子排不到 他就很快他就自己找管道 他要去對岸換腎 中國買 那他就去那邊 他就先飛中國去一趟 要做配對嘛 然後去做檢查 那完之後就揮回來 繼續在我那邊洗腎 那他一直很 他很討厭洗腎 所以他希望說趕快 通知他趕快過去 結果大概12月底 他就接到通知了 他要準備買機票要過去了 過去中國要換腎 他心裡 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悲觀 他想說會不會這一 會不會一環豐順 會不會遇到手術什麼事情 他就開始在悲觀了 然後結果果然就 感冒之後 他就突然傳起來 然後我叫他去急診室 診斷是有 就收住院了 那這一下收住院就 就沒辦法去換腎 腎臟是要不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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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那是12月底 接到電話的 結果不久 發生什麼事 武漢肺炎就爆發 他因為這一次 因為這一次的那個住院 他就沒有去中國換腎 而且他說他去了那個城市 也被那個軟封城了 萬一他這次去那邊住院的話 我在想說他大概是 風險太高了 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件 他現在還有在我那邊洗腎 他還在那邊等 等之後下一波 要等這個疫情過去 他才可以去換腎 所以他說 他覺得是很倒楣 他為什麼那麼倒楣 我說說你看 你真是很幸運 你雖然很生病去住院 新紀元 可是你躲掉了一個那個 武漢肺炎 所以人還是有一些運氣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想 就會有好的結果 就是要用正向思考 對 正向思考 悲觀想是不好的 因為我的左手 生了小孩之後 可能因為小孩太重 媽媽熟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反正小孩大了 應該他就會好了 但是這幾年小孩已經七歲 然後女兒兩歲就覺得 怎麼不但沒有好還 反而導致就是有一點 早上起來他是有點 然後我就去復健科檢查 因為我老公是運動員 所以他就直接帶我去 他信任的那個復健科 然後照了一下醫生說 你韌帶不只發炎 還有一些已經撕裂了 就在那邊飄的那種 然後他就一直都說 所以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他說那我覺得 依應的年紀 應該是會長回來 他說但是我照你幾次 我覺得你沒有要長回來的意思 那不然你要不要打 PRP 結果我就打了大概四五針 其實是滿貴的 那打四五針之後 我覺得有好一點 然後照他的確是說 有稍微有長回去了 當然不可能全部 就是我覺得有好一點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就這樣 就結束這一切 就讓他自己慢慢好 後來怎麼越來越不舒服 反而就是更受限於角度 本來可以這樣往後 現在連往後也不行 然後波折開始怪怪的 我想說那 那我就再來去問他 他就說 你這個應該不是韌帶 你應該是神經的問題 因為你手已經開始馬 然後你又角度轉不對 你要不要去大醫院看一下 那我就去神經外科 對 然後就找了一下 做一些什麼神經的檢查 後來好險醫生是說 確定沒有壓迫 就是神經沒有壓迫 可是他覺得韌帶發炎得很嚴重 然後他認為我現在這些反應 都是韌帶導致的 發炎太嚴重 所以跟神經沒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點 想要問陳醫師 我到底是要繼續打PRP 還是覺得要怎麼樣復健 其實如果你確定 裡面的關節或者韌帶 沒有太大的受損的話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復健就可以了 在生過程當中 其實最擔心就是 纖維化 纖維化的時候你就會很痛 你就不想動 因為不動的話 纖維化就會越嚴重 所以那段時間 應該是做一些適當的復健 把那個纖維化的狀況 把它剪壞 但我後來精進 有帶我去針灸 本來我不是脖子不能轉 針灸完的 十分鐘後馬上可以轉 然後又慢慢又不能轉 現在就是 因為我上禮拜才針灸 就好一點 所以其實針灸應該有用 其實很多次真的是 是肌腱的問題 不管你是針灸 或者你休息足夠 熱膚或者做點伸展操 其實都會改善 對 可是就重要一點的話 這個你要根治不容易 所以就是持續復健 跟遠離小孩 我常跟病人講說 你發生一次中風之後 你再發生中風機率 就是正常人的九倍 你有三高 你把三高控制好 OK 我大概可以幫你降低 你再發生中風 大概四成到六成 好 我舉個例子 有個病人 大概七十幾歲了 伯伯 大概十一二月的時候 在別的醫院 小中風 其實恢復得還算OK 但有一些 膽固醇比較高的問題 恢復得還好 所以那時候都還OK 然後二月份的時候 當然有一天起床的時候 然後右手右腳就 比較不能動 然後來到急診的時候 其實症狀是有改善一些些 講話還是含糊不清 就是它是我們講的 命名它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筆 他可能講不出來這個是筆 等等那一些 他太太要告訴我說 他這次來 他 不想做復健 不想講話 真的 那時候我就跟朱鑫醫師講說 中風後憂鬱症 其實中風後憂鬱症 其實會很 也不說不常見 大概中風的病人 有六成到七成都會 特別是在第二次中風的時候 因為他們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病人 你想三個月之內 如果中風第二次 他會什麼感覺 我什麼時候會再中第三次 所以我們告訴他說 其實你恢復得真的還不錯 你手腳力量都還可以 應該可以恢復到 之前那種狀況 自我比較不能力 都可以可能講話 理解我們會差了一些些 你還是要多起來多走動 講到最後你隔壁床的 伯伯大哥 都還跟他講說 你要起來 我腳斷了 我也在走 因為我都不運動 結果是隔壁床一直在逼他出來 可是他就在那邊 不要不要不要 對 其實出院的時候 他還真的是做人類出院 整個臉都 我們真的還是有給他 做一些很多的心理輔導 可是有些時候 要他出去 還是需要整個團隊 還有家屬多去鼓勵 希望下次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可以慢慢的 不是 因為中風病人 多多少少都 都有點自卑 是 因為講話不清楚 或思考不清楚 或顏面 都不想見人 第二次第三次中風的病人 其實他有時候 臨床上我們有碰到 很多時候他發生中風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那時候症狀 你不覺得自己中風嗎 他說 他有在加油 血糖控制都還不錯 怎麼不會那麼碎 又再中風吧 再中風就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會想說 我再觀察休息一下 我可能真的是 昨天沒睡好休息一下 再休息一下 這樣子再等著等著 你三個小時的黃金治療期 就錯過了 我昨天就有兩個朋友 完全不同典型的中風 一個是中風和自卑 悶悶不熱慢慢慢慢 每幾個月就走了 對 另外一個中風恢復還不錯 每天開玩笑 每天開自己玩笑 那個我就覺得 應該是像他這樣子 樂觀 保持樂觀 好好的復健 其實都可以恢復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第二次 可是你每天 在恐懼這個沒意義 有的是開始在恐懼 慢慢慢慢 就很鬱悶 鬱悶到一個程度 我們講就會有一種 社交退縮 到最後我們就會變成那什麼 就是我們講 血管性失智症 你就會覺得 他認知功能就會退化著 比那種樂觀的個性 會差滿多 前陣子有一個65歲的阿姨 他來門診 那他一直以來 他就發現 他左邊有個 那在A醫院有固定在追蹤 那每半年也穿刺過檢查 那報告都是良性的 就沒想到他最近他發現 那從原本的兩公分 大到2.5公分 那醫院也幫他 醫生也幫他安排個穿刺 結果穿刺出來 醫生告訴他說 好像有看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細胞 懷疑會有 建議他要再積極一點 做大部分的 假狀先切除的化驗 這時候阿姨就擔心 完了 我怎麼運氣那麼差 會被遇到這種 癌症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診斷 他就不相信 他就到第二家醫院去 再去做檢查 那醫生也幫他 安排一個切片 這穿刺切片 結果是個良性 這時候想 我怎麼運氣那麼好 終於又沒事了 可是因為他想到 他本身就有一些 比較憂鬱的傾向 所以說 在心理上面的支持度 可能力道不太夠 家族就帶他去 接受一些宗教的 一些信仰 那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 那剛好 因為這樣子 因緣際會之下 又認識了一個師姐 他是我的病人 就建議他 再來做個檢查 就一來 我們幫他安排 穿刺 檢查出來 告訴我 病理科醫生告訴我 他有三成的可能性 會是癌症 這時候阿姨聽到 又崩潰了 然後在整間 就開始嚎啕大哭 我怎麼運氣那麼差 一下子是好的 一下子是不好的 這下又不好 我該怎麼辦 我說阿姨 你不要擔心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安排進開刀房 做開放性的切片 那檢體也多 出來的報告 也比較有標準的力道 對 那這時候阿姨就直接說 然後我不管了 我乾脆兩邊 都直接把它開掉算了 後來當然還是告訴他 勸退他 我們就把甲狀線 左邊的部分 把它切除 然後在開刀房的時候 幫他送冰凍切片 然後病理科醫生告訴我說 還是有可能 就是所謂的惡性 出來之後告訴我阿姨 阿姨還是哭啦 對 那算了啦 反正就癌症了 我們就勇敢面對他 回診的時候他很開心 吳醫師你看這髮很好小 很漂亮 沒什麼事情 就切除掉了 對 就把它切掉了 那報告一點開 就是良性的沒事 阿姨 恭喜你沒事 這是良性的 這時候他又哭了 完了 良性為什麼切掉 完了我要開始擔心另外一邊 到底會不會有問題 要重新來一次二性循環 其實切掉切掉 不要去想那麼多了 對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算是一個很正面積極的人 然後我也算 我也覺得我算是幸運的 然後其實從三十歲之後 我有固定健檢的習慣 然後大概在五年前的時候 有一次我真的嚇了一跳 因為一般的健檢 我又加一些自費的選項 然後其中有一個指數是 正常人的大概兩到三倍 就是肝膽 肝膽腸胃的腫瘤指數 對 那你看到正常 一定都會下來一跳 所以 但是因為好顯示 我其他血液數字都正常 但是健檢中心還是建議我說 可能要去大醫院 做進一步的檢查 然後我就馬上去掛好了 然後也進一步做了抽血 跟斷層掃描 後來發現我是在肝臟的地方 有一個大概接近0.5公分的血管流 所以其實醫生也建議我說 就是定期追蹤就好了 然後其實五年下來 每年我都很乖乖的 定期去追蹤跟健檢 有變大嗎 沒有 對 但是其實醫生有提醒我 因為這跟你的生活作息 跟你的心態都有關係 包含 然後要運動 就是不要讓它去變化 因為其實假設在 短短的一年之間 長到兩到三倍 或許就有可能 需要去處理掉 以免它變成惡性 突然長大了 對 但是五年下來 其實它是完全沒有變化的 所以但是 這就是我覺得 我很幸運的地方 就是正面面對 然後遇到問題 就趕快預防跟積極治療 有一天有一個70歲的伯伯 然後他們那時候 主述是說 昨天有 儀式中風 先去過一個診所 然後那個診所醫師 看起來是還好 所以就讓他先開藥回家 結果今天一來 可能他們覺得說 家屬說 是不是又是儀式中風 但我一看 不是儀式 是很確定就是中風 因為他坐在輪椅上 他整個人往右邊偏 然後臉是歪的 口水一直流 他想要跟我講話 又講不出來這樣子 這種中風 然後問一下時間 又再三小時 這個是趕快啟動 黃金中風三小時的時候 所以我就趕快 摳那個神經內科 那神經內科 一聽我的 就趕快說 那你趕快準備 我們可能要直接打那個 通血栓的藥 因為它這個分數是夠的 就我們有黃金中風三小時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適合打那個藥 打那個藥 有時候會 讓全身大出血 所以你要 就是那個兩拳要權衡 如果說他的 救回來的機會高的話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藥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要準備 結果神經內科 來的時候 他說這個病人已經好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那這病人真的 我們再去看他說 對 他臉沒有歪了 講話也很清楚 然後那個剛才他整個人 偏到右邊 表示他右手右腳是沒有力氣的 他手腳躺在床上都可以 那那時候就發現他的血壓 稍微偏低 然後家屬就說 他從來沒有控制血壓 最近我們給他好好控制 然後是不是因為 吃了高血壓的藥 他才中風這樣 那時候我們覺得應該不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請病人坐起來 結果他一坐起來的時候 症狀又出來了 所以就趕快再讓他躺平 躺著就沒事 躺著就不會 躺平就沒事 總不能躺一輩子 對啊 可是他那天 我們就是給他躺平 一直到住到病房去 這時候就強烈回來 就是他就是沒有好好 控制他的血壓 所以他的血管已經硬化 然後 那結果他再加了一個高血 降血壓的藥 他血壓降得太低 根本從心臟打不到腦 所以就等同於這個血管裡面 沒有血塞住了一樣的意思 所以他那時候 他來的時候他是坐輪椅 所以就是 血打得最不厲害的時候 結果他就整個中風了 可是我們給他躺平 去做電腦斷層的時候 血就流過去了 血就流過去了 對 所以那時候就先 停掉高血壓的藥 所以我們其實在中風的時候 我們反而希望他的血壓 稍微高一點不要太低 就停掉高血壓的藥 然後注上去查 就發現他從 頸洞脈這邊就開始狹窄 一直上去 所以那時候就先給他 撐他的頸洞脈 然後讓血至少打上去的 機會高一點 但是這個日後 還是要好好控制他的 那個高血壓 不然他未來 中風的機會更大 所以面對疾病時 我們總是會出現一些 負面的念頭或想法 但心理狀態也會影響 疾病的變化 記得用樂觀正面心情 去對付他 我們一定能戰勝病魔 再次恭喜顏麗婷 謝謝 控制狂媽媽媽 謝謝 謝謝